红作为三兄弟的老大哥 没想到会在宇宙中被一个女孩子迷得神魂颠倒 罗锋为了帮助大哥和那个女孩在一起 当即选择了突破到御主级 书接上回 罗锋完成几个危险级任务后 便开始了绝境级的迷宗星系任务 目标则是搜寻到39颗金石 而罗锋耗费整整5年07个月 在那迷宗星系中 罗锋总算搜集齐了39颗金石 完成任务后 不过罗锋没急着走 而是让本尊躲在相对安全的地方 然后再让魔杀族分身去一些危险地方探索 但在几次探索中 罗锋依旧没有找到这个任务的大机遇 而在罗锋继续探索之时 雷神赶忙让罗锋进入虚拟宇宙一趟有急事告知 罗锋不敢耽误赶忙来到了雷神身边说道 到底什么急事 你给我发的一封邮件中竟然说万分紧急 吓得我立即就赶过来了 雷神摇头叹息一声 这事情说来也可笑 对了 你应该知道大哥最近十多年一直在潜污宇宙国吧 大哥他这十几年居住的地方 是在潜污宇宙国的九大一级行政星之一的穷玉星 可谁想到就因为在穷玉星 大哥竟然跟一个女孩产生了感情 罗锋惊讶道 开什么玩笑 大哥红和某个女孩产生感情 雷神无奈地回应道 我也不太清楚 可这就是事实 你应该知道大哥的性格 一旦决定的事情 就是全天下的人都反对 也影响不了他一丝 大哥和那女孩是产生了感情 可是呢 穷玉星作为潜污宇宙国九大一级行政星之一 是权贵聚集之地 单单不朽神灵家族在那建设有分布的 就有数百家 而这女孩背景极大 那女孩的家族强行阻止了大哥和女孩在一起 接下来罗锋询问一番后 雷神也不知其中的缘由 最终罗锋找到了红 红却笑呵呵地说道 老三 你都知道了 罗锋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宇宙中竟然还真的有能够吸引大哥的女人 我也很想见见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 大哥 你告诉我那是什么家族 家族背后的不朽神灵又是谁 你把情况告诉我 我来帮你 红尴尬道 这次我也只能麻烦老三你了 他们这个家族是鸡氏家族 是乾屋宇宙国三百王侯家族之一 那女孩名叫鸡青 罗锋听后当即搜索起了鸡氏家族的信息 鸡氏家族 领地是雪江新玉 家族的祖祖 也是整个古老家族第一任族长名叫鸡天藏 封侯是叫尹雪侯 尹雪侯鸡天藏 属于三百王侯之一 跟随乾屋国主最久远的老臣子之一 很受乾屋国主器重 而鸡青是宇宙籍九阶 鸡氏家族无数年来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 现为宇宙佣兵联盟核心成员 红得知鸡青是核心成员时双眼猛的一等 什么 要知道红现在还没进巨斧斗舞场的核心 没想到他喜欢的那个看似普通的女孩 竟然是宇宙佣兵联盟的核心成员 这个打击对红来说也是不小的存在 随后红对着罗锋说道 老三 现在情报资料你也看了 这鸡氏家族阻拦我和鸡青 你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罗锋回应道 当然有 大哥 这些年一直都是你在帮我 现在轮到我帮你了 紧接着罗锋就回到了原始区内开始了思考 现在的罗锋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第一种 是请老师真眼王出面 以真眼王的身份就算前巫国主也得给点面子 那尹雪侯当然不敢怠慢 只要问题不大 老师仅仅出个面 事情就解决了 但是罗锋却不愿意麻烦老师 而第二种就是罗锋现在突破到御主级 一旦突破到御主级 就会直接被虚拟宇宙公司外放为封疆大力 而且会外放到前巫宇宙国 按照常规罗锋会在虚拟宇宙公司驻前巫分部中 占据最高层的几个位置之一 作为前巫宇宙国和虚拟宇宙公司联系的桥梁 罗锋一旦担任要职 前巫宇宙国那群不朽神灵和权贵们都得给自己面子 以及给虚拟宇宙公司面子 罗锋现在最为难的则是一旦执行第二个办法 必须放弃闯炼于深渊的任务 在思考挣扎下 罗锋最终放弃执行任务 准备突破到御主级 在这之前 罗锋又询问了真眼王 真眼王非常支持罗锋突破 毕竟在虚拟宇宙公司的庇护下 是永远长不大的 真眼王更是郑重道 你现在应该是闯过两次绝境级任务了 还剩下最后一次绝境级任务机会 少闯一次又算什么 如果到时候缺少积分 维师直接用金钱给你兑换 一个绝境级任务代表的积分 维师还没看在眼里 有了老师的支持 罗锋当即选择了突破到御主级